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资讯大爆料 四月陌生线的古装太阳网剧《遇刺小五座》 五一下期热播直呼评分9.1 这部剧的定档还挺突然的 之前也并没做宣传 剧里的演员也不知名 要不上热搜 雅根不知道这部剧的存在 今天一口气追了五集 节奏紧凑,剧情严谨 一集内容基本没有水货 每集都有笑点 这年头注重剧情发展的剧为数不多了呀 舍不得倍速观看 追到根本听不下来 大到主角,小到丫鬟公公 人物设定,妆容,发饰,衣饰 布景,光线,非常细节 总算不是面粉滤镜了 逻辑清晰,案情分析情景在线真的很棒 可以看出节目组的用心和诚意 虽不是大制作 但是是很有内容的一部网剧 比《大头女法医》好看多了 全剧情36集,一集39分钟 掐头剧尾35分钟 小五座能有什么坏心眼 他只是事业心强,考个公务员罢了 王爷就成全他吧 只不过,憨憨呆呆又傻傻的 王爷身边的人都是逗逼 后面剧情越来越好奇了 女主虽然不是特别漂亮 但是导演真的很会选人 人物和角色演绎得很贴切 不仅演技自然 耐看有灵气 而且娇滴滴 憨憨的样子太可了 很符合剧情设定 还有人问很惊讶的一个细节 第三集冯府二夫人一山半季 短孤出镜的场面 真是太真实了 冯府老爷突然去世 作为夫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能顾全那么多 肯定是心急出去喊人的 这一细节在其他古装剧里 是不会出现的 有这样贴近生活的剧情体现 节目组真是细节住了 虽然都不是什么知名演员 但演员演技都很在线 完全不输实力小生 主演配演人设都很不错 反派没有降制操作 整部剧三观推正 我发现自从坠序 山河令 长歌行等古装剧热播后 之后基本没有热门的古装剧 大宋公辞这部剧自播出起 就被疯狂吐槽 这部遇刺小五座 倒是还挺让人意外的 这部古装弹案惊喜剧 遇刺小五座 剧情是有趣的 选题是独特的 现阶段热播一系列古装剧中 侦探破案的题材不常见 导演巧妙地抓住市场的空隙补位 吸引了一波观众的注意 这次采用的全新演员阵容 依旧有不少的看点 这部剧讲述的是 一段如神的萧锦玉为首 异形几人协同破案的故事 并且最终解开了一起 延续将近20年的青天大秘密 剧中女主角楚楚和男主 萧锦玉破案生情 最终走到了一起 楚楚还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被赐予 欲刺武作的名号 实现了人生理想 是一个好的结局哦 其美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了 从头填到尾的那种 我居然还为这部剧 开了个腾讯会员 因为剧情之紧凑 生怕一句漏过 一秒钟都没有快进 而且还没刷手机 要知道 这几年我就算看爱豆的剧 都忍不住要快进支线情节的 因为水货太多了 逻辑缜密 剧情流畅 很多故事情节都能前后呼应 缓缓相扣 台词表述非常合乎人物设定 剪完这个漏洞 马上进入另一条线索 剧情丝毫不拖沓 没有过分的滤镜 夜晚打光都很自然 演员脸上都有 烛光的黄色光韵 还有就是一些观众 难懂或不易表达的画面 比如验尸 犯罪现场模拟 地形图 已做旧的手绘图 科普展示 令人一目亮然 这才热漫画 在电视剧中的正确运用 有些回忆场景 是直接以动漫效果展示的 生动形象 跳动的还不出戏 男女主一边破案 一边谈恋爱 谈情说爱 高智商 不傲娇 不冤家 不傻白甜 这样势均力敌的爱情 谁不想要啊 自从红色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 这么自然般配的CP了 爱情 亲情 友情 都自然而然 观感非常舒服 编剧 良心剧啊 观众至上了 女主不懂于 平常剧情中的傻白甜 而是萌白甜 她出身五色世家 又有高人指点 眼识技术高明 但是出身乡野 不玩身攻适世 所以看起来有点傻夫妇 男主颜值一般 因为是高等霸众人设 所以面部表情少些 但也是符合人物设定的 所以有人吐槽 她演技不好 其实根据人物分析 还是说得过去的 男主既有高智商 又能尊重女主的 舞座业务能力 在为死者申冤 这一方面 与女主是志同道合 灵魂相继 尊重女主 不强迫 不强压 比那些假绅士 看得更舒服 男主温文尔雅 拜托女主去逢府验尸 亲自上阵交礼仪 出身乡野的她 难免听起来费劲 就换作她能听懂的方式 用舞座专业术语表达 详细到具体哪节是骨头 真是温婉的客人呢 验尸过程 遭人暗算 歹徒纵火毁尸灭迹 冯府太太不论青红 劈头盖脸说是女主纵火 男主挺身而出 她会当着众人的面 维护女主 说明她的努力 解释她的委屈 维护她的名声 是她凭死保护冯府老爷 才使她免于遭难 不容这般羞辱 尤其是这段台词 大白话 严谨一概直击通点 不像如意传理 大男子主义的皇帝陛下 只会打嘴炮 允诺女主不容其他人伤害她 却不付诸实际行动 最后使得女主心灰意冷 说得多了她都倦了 这样事的男主实在是吸引人 男主作为网页 还原则性的互断 不逃避责任 能扛自己扛 绝不给手下找麻烦 这种好leader哪里找啊 射出心动了 难怪男儿心甘情愿追嘴她 死心塌地效忠她 男儿锦衣是男主萧锦衣的好兄弟 加得力助手 专业套话小能手 每次审讯都把我逗得不亦乐乎 跑腿抓人审讯上后样样精通 骗起人来 那是一套一套的 你看他这嘴角一斜 就知道又有一个嫌疑人 落入他的套中了 编剧老实讲剧情 不是浮夸外露的类型 下堂情节比较自然 没出现烂大街的场景 比如高空坠落 男主来个英雄救美 两人四目相对 空中旋转七八二十度 噼里啪啦寒情默默的场景 男女主的初次相遇 也很意外惊喜加奇葩 女主进京参加舞座考试 误把男主当成考题 所以就对她进行了检验 从头到脚摸了个片 哈哈 就这一剧情 就问你心动不 之后一起播完 暗生情愫 感情线发展自然 岂不尴尬 遇此小舞座 男女主一方手帕的结缘 成为两人之间 暗生情愫的道具 让人意外的是 手帕一脚秀的不是鸳鸯 兔子 而是一块L型的白色骨头 把我和男主看得是一脸懵 这是什么 我还以为是半成品 或者她女工不好 女主解释道说 那是第五根肋骨 为什么选择秀她呢 是因为那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真是太贴合女舞座的身份了 法衣的浪漫 果然别致 整体来说 这个剧透着一股 我很穷 但是我很认真做事的气息 我已经看够了剧情老套 加IP大流量 加大制作的剧了 剧情也太糊涂 全靠营销号买热搜 一点不注重剧情的逻辑和发展 随意钻改 盲目迎合 我宁可选择 遇刺小五座这种没流量 没老戏骨 没盛世美颜 没资金 没大制作 没精美浮化道 没热搜 只有剧情在线 良心在线的剧作 还有 我是在腾讯视频追剧的 目前能看的都是免费的 一分钱都不用花 不用担心 吃了虚假案例上当受骗 这样的良心剧组不多见了 未来几天又有新剧可追了 姐妹们一起来看看甜甜的 遇刺小五座吧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快报就播报完了 喜欢我的记得订阅哦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